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领取知识的方式 你要明白就是说对于真言来讲 真言就是什么 真言就是希望我们得着智慧 对不对 所以这些写真言的人 他一定会把聆听这个事情 当成是至关重要的事 为什么 逻辑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不听 那你就不能学 对不对 而如果你不学 那你又怎么会有智慧呢 而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的人生呢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 活得很丰盛 这里所讲的智慧 不是说聪明 不是说我很有知识 还是什么 不是 而是智慧 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丰盛人生 什么是丰盛人生 活得对 活得好 活得乐 所以真言第十章就说 我遵守训会的 就行在生命道上 离弃责备的 就走迷了路 当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的时候 当你愿意活出那个丰盛生命的时候 你就在那生命的道路上 不但是你自己 人也会看你 这个人活得真好 活得对 活得好 活得乐 他看到你怎么活 他就要想说 我也要这样子活 同样的 当你自己迷路的时候 你也怎么样 你也影响人嘛 这个人我怎么跟着 跟着走失了 我也跟着走失了 所以你今天所学习的 你所活出的智慧人生 不单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你身边的人 当你能够活出 丰盛生命的时候 让别人也能够照样 一样的好好的活 当你迷路的时候 人也跟着你 陪你一起跌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 不但为己 也为我们身边所爱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愚昧 我们同样影响他人 所以希望今天 我分享什么是聆听的时候 愿大家有耳的都当听 真言第十章继续说 智慧人积存知识 愚望人口述致败坏 什么是狗数字败坏 就是讲话太快 害了自己 今天说要聆听 大家知道吗 聆听一个最大的阻难 其实就是说话 一方面你会说 没有啊 说话是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说话反而会帮助聆听 为什么 因为一定要有问有答 有对话 这样我们才可以什么样 收取知识吗 我才可以学习吗 这个是对的 一定要有沟通 这样才可以学习 说话在学习的过程中 是必要的 可是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也知道 很多时候呢 说话会是阻拦聆听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一观察 我们就知道 有很多人怎么样 爱讲话不聆听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只想讲 不想听 太多了 所以真言说 愚昧人他不喜欢聪明 他不喜欢了解 不喜欢知识 为什么 因为他只喜欢 表达自己的心意 只喜欢讲 我希望人家听 他自己不要听 很多都是这样子 只喜欢表达自己 不喜欢聆听 弟兄姐妹 怎么样分辨 智慧人跟愚昧人 智慧人跟愚昧人 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智慧人 不会让他的说话 影响他的聆听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一个智慧 有智慧的人 不会为了要讲话 而影响自己的聆听 也就是影响自己的学习 弟兄姐妹 讲这个东西 讲容易 其实做出来 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讲话 我们都喜欢表达自己 我们多喜欢人家 听我们讲话 好像我讲话 我讲出来 大家听多好 就算是你以为那些 可能比较 怎样讲 就是没有 生活圈子没有很大的 可能你觉得 这个不会 有些人 他们比较内向 或者他们很多场合 其实是没有机会说话的 你以为不讲话的人 就是愿意聆听吗 不一定 很多时候 他们虽然没有讲出来 可是可能他们 在脑海里面 就是一直在讲 一直在讲 可能我这边在这边讲到 你们每个人 在脑海里面 一直在反驳我 也说不定 弟兄姐妹 我能明白 我能明白 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说话 不喜欢聆听 为什么 因为说话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发挥影响力的方式 要不然怎么影响 就是靠说话 从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就哭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人家 听我们 我们希望得到人家的注意力 所以一出生 我们就哭喊 听我 对不对 而我们会发现 有些老人家 当他们 在年老的时候 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沉默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你也发现 他真的是开始 从这个世界抽离了 所以说话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 发挥影响力的方式 我们要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人家 重视我们 我们要说 因为我们希望表达自己 我们要说 就算人家不听 就算人家不管 我们自己脑海里面 我们也是一直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们 对于外来的影响力 发挥一个控制权的方式 我们要说 这样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控制 人家怎么影响我们 弟兄姐妹 如果说话 是如此的重要 我也讲过 如何说话 如果说话 是如此的重要 是我们的身份的本质 是我们的 这个自尊的来源 如果说话这么重要 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话 是如此的重要 一个智慧人 如何控制自己 说话的这个欲望 而仍旧能够 让自己聆听呢 刚才我们说了 对不对 智慧人跟愚昧人 最大的分别 是一个智慧人 不会让说话 影响他的聆听 不会让说话 影响他的学习 一个智慧人 是如何控制自己的 说话的欲望 而仍旧能够学习 能够聆听呢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你要想 你越有智慧 你越有知识 你越难控制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你说的话 有多么的分量 有多么的价值 你越聪明 反而越难控制自己的说话 可是一个智慧人 怎么做到呢 诗篇 箴言第十八章告诉我们 聪明人的心得知识 就是收取知识 智慧人的儿 什么 求知识 不但是心 耳朵 他求 他要得到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一个智慧人 对知识 他是有极大的渴望 极大的渴望 这个就是关键点 你是否对知识 有极大的渴望 当他的这个 学习跟 想要得到知识的渴望 胜过他想要影响 这个世界的渴望的时候 智慧人就能够学习 当然你会说 这个对知识学习的渴望 跟这个影响世界的渴望 难道这两个渴望 不能够平衡吗 难道这两个渴望 不能够相互互补吗 真的要这两者选其一吗 学习跟影响 一定要选其中一个吗 当然不必 可是一个智慧人 真正有智慧的 他就明白什么 他明白什么是高傲 他知道 如果他不控制他自己 怎么样 他想要影响世界的渴望 一定会盖过 他想要学习的渴望 所以他宁愿自己学 也不影响 这样才能够控制自己 仍旧能够学习 一个智慧人 因为他对于知识 有多大的渴望 他担心他自己会学不了 弟兄姐妹 你有想过吗 如果有一天我 我学不了 我只想影响 我只想讲而已 那我一天我不是学不到吗 弟兄姐妹 你有这种担忧吗 你有这种惧怕吗 你有这样的一天 我学不到怎么办 你就赢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真的对知识渴望 所以弟兄姐妹 什么是一个智慧人 什么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不是知识 就是什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想学的 那个渴望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宁愿安静 我们宁愿聆听 一个有智慧的人 生怕自己学不到 而宁愿把自己那个影响 说话的渴望 把它压制下来 好让我们好好听 好好学 你有告诉过自己吗 闭嘴 告诉自己 你有想过吗 闭嘴 不要讲话 不是现在 先听 你有这样子告诉自己吗 聪明人就是懂得 I think it's the next slide 聪明人就是知道 他不要 他在还没有听完之前 他先不要讲话 这个才是智慧人 这个才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 会告诉自己说 闭嘴 先不要讲话 先听 你会这样子告诉你自己吗 可能你会问 我不讲话 等一下人家以为我笨蛋 怎么办 你有这样想过吗 弟兄姐妹 告诉你四个字 大智若鱼 听过吗 大智若鱼 真正有知识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怕别人以为他不懂 不怕别人以为他愚昧 这真的有什么大不了吗 让我们学习 大智若鱼 我们甘愿学习 甘愿让我们以为我们人家不懂 可是我们真的懂 真的学 真的听 大智若鱼 箴言第十二章这么说 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却像畜生 如果你真正是对知识有极大的渴望的时候 你甚至还会喜爱责备 你甚至还会喜爱管教 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 他喜欢知识 他喜欢学习到一个地步 你责备他 你骂他 他反而怎么样 他反而喜爱 他反而喜爱 不单单只是接受而已 他是喜爱 你真的有这样大的渴望吗 不单单只是接受批评 还说你批评我好 谢谢你 我愿意学习 你还会珍惜他 对于很多人来讲 好像做不到 那你可能 很多人都想要对 很多人都要有那种 我很对 我很厉害 我很好的那种感觉 而社会好像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 不是吗 那些错的 就是输家 谁错谁输 有谁说我错 谢谢你告诉我 我可以学习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对 都想好 然后都希望 然后社会好像也就是认可那些对的人 好的人 没有人想错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想要花一段时间来 来探讨这个事情 探讨为什么 我们会没有对知识有这样极大的渴望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弟兄姐妹让我花一段时间 慢慢谈一下这个教育这个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模式如何在慢慢的改变的当中 可能也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旅程呢 让我们能够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对知识的渴望 然后呢 我们如何又能够找回这个渴望 这个是我今天的目的 使洗年堂再次渴望起来 让我们做到 让我们再一次的渴望起来 因为我们如果不渴望 我们就不聆听 我们不聆听 我们就不学习 我们不学习 就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就没有丰盛生命 这个教育是怎么样的演变呢 其实这个从工业时代开始 在工业时代的时候呢 什么是教育 教育就是要不断地出产 有能力的技术人员 为什么 因为需要在工厂里面来完工 对不对 而且呢 要确保这些人做事情是什么呀 尽量没有差错 所以在工业时代的时候呢 教育就是要希望说 人不会出差错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在工厂出差错 问题很大 所以呢 教育就是要确保 工作人员不会出差错 所以 学习是什么 在工业时代 就要领取知识咯 然后呢 要考核 为什么 要考核才能够 工业才能够知道哪一些 是能够真的完成工作 没有差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 当然它很有效率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不断地 有这个输出 不断地有产业 不断地有产品 这个产品是什么 这个产品就是学生 能够成为工人 学生能够成为工人 学生能够成为工人 对不对 这些都是没有差错的工人 没有差错的工人 这样子 可是弟兄姐妹 这样的教育制度有问题 为什么 问题就是 学习变成了 只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已 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测验而已 这些可以通过测验考试的 就是很好的工人 很好的产品 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核而已 就好像产品 只是为了应付那个QC而已 那个管制而已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 很多人从学校毕业以后就怎么样 就不再学习了 他们也很厌恶考核 不要来考我 不要来测验我 不要 也就是可能是这样子吧 慢慢慢慢就对于知识 失去了渴望 除非你跟我讲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好处我才去学 要不然我甘愿不学 弟兄姐妹 征言第十五章里面 有一句我觉得发人深省 他说 弃绝管教的是 轻看自己的生命 那个不愿意学习的人 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 好 你说是自尊心也好 可是这里说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是轻看自己的生命 因为那个不愿意学习的人 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 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变成 一个这样的人呢 因为我们英文叫做 就是他学习了无助 他学习了无奈 为什么 因为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整天都是人家跟他讲 你不够好 你不够对 你不够格 所以他学得很烦 所以你这样子吧 我甘愿不学 你每次都说我学不对 学不好 学不够格 这样我就不学了 他反而是厌恶自己的生命 自暴自弃 而因为这样子呢 很多时候 这个对知识的渴望 就失去了 弟兄姐妹 人不是一个工产的产品来的 我再说一次 人啊 什么是人 人不是一个流水线出来 最后的一个产品 不是 我们的价值 不是在于考核过后 一个考试或者一个测验 告诉我们的价值 不是 我们不是产品 我们的价值是在于 考核以后我们怎么做 那个才是我们的价值 考核以后 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考核 这个才是我们的价值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 我们现在是资讯时代 我们需要的是企业家 能够不断地从学习跌倒了 他们能够再次爬起来 跌倒不要紧 再爬起来 接倒不要紧 再爬起来 我们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企业家 我们需要的工人 是终身学习的工人 不是考试毕业以后 够入阁了 我就可以做工 不是 而是终身学习的工人 我们需要的学生 是他自己愿意去 自动自发地学 自动自发地去做研究 为了是自己想要得知识的 那种学习的学生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也必须改变 因为时代改变 所以现在这教育 倡导的是什么呢 倡导的是成长型的思维 是不是 Next slide 所以现在的教育 倡导的是成长型的思维 因为考核并不是衡量 你的价值的方式 而考核是为了 要让你不断地成长 我再说一次 考核不是为了来衡量 你的价值到底多少 不是 这个产品到底是失败 还是成功 不是 考核是为了让你知道 如何地继续成长 继续地发挥 继续地学习 这个才是考核的意义 我们一定要有 这个成长型的思维 而这个是教育制度 不断改变走向的 这个思维 因为时代不同了 而我觉得 如何培育 这个成长型的思维 才是我们如何 找回这个对知识的渴望 正言第十七章这么说 一句责备人的话 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打愚昧人一百下 我觉得这句也是说得好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智慧人 你骂他一句 真的是会扎到他的心 可是你愚昧人 你打他一百下都没有用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你骂人 你骂A跟骂B 会有不同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要看他到底有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话 你骂他 那个会进入他的心 你没有智慧 你骂他 骂一百次 打他都没有用 意思是这样 当一个人 他有这个洞察力的时候 他就有那个学习的那种渴望 你讲他 你批评他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敏感度 说 这个是我学习的空间 一个成长型的思维 错没有关系的 你明白吗 就算失败没有关系的 你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 哪里有学习的过程 没有失败 没有跌倒 没有过错的 没有过错 失败 这些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能够成长 我能够蜕变 我能够改变 一个有智慧的人 对于考核 没有关系 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错才能够改 改才能够进步 进步才能够最后有智慧 因为他对知识有渴望 不管是纪律也好 不管是改正也好 都是成长跟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 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 特别是家长 我们在座的都有年轻一代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灌输 这个成长型的思维 我们做父母的 不要整天是说 你考什么成绩 为什么 80分 为什么不是90分 90分啊 为什么不是100分 我们做父母的 不是在那边整天追求这个完美 不是 不是产品 人不是产品 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跌倒不要紧 这次跌在哪里 你怎么样学习 以后不是掉入同一个坑 做家长的是这样 考不好 不要紧 考不好 我们才知道你要学什么 对吗 下一次还跌同一个坑吗 我们才说 为什么没有学到 我们下一次一定要确保有学到 做家长的 就是要培养这个成长型的思维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 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耳利于心 对不对 良药苦口 我们为什么会吃苦药 谁喜欢苦药 每个人都喜欢甜药 有甜的药吗 没有 只有苦药 只有苦口才会利于病 我们为什么选择吃苦药 因为我们知道吗 上一次我吃了这个苦药 我病好了 所以下一次我给你吃苦药的时候 你吃不吃 我吃 因为上次我病好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吃苦药呢 怎么样会心甘情愿地听逆耳呢 听逆耳的话呢 因为我们发现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越来越好 学习也是一样 当我们发现 当我们发现 我可以更好 真的 我真的是可以成长 我真的可以更好 哭 我哭要我造车 逆耳 OK我听 人是这样的吗 当然了 成长 学习 一定苦的 一定难的 没有说容易了 一天我变成 很大力的脂肪 不可能 我一定是哑铃拿了一百下 一千下 一万下 我的脂肪才出来 脑也是一样的吗 哪里有容易的 没有 可是信念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那个相信自己能够成长 能够改变 能够学习的信念 那个信念才是最重要的 好 我这 说了一大堆了 不懂你们在听 还是你们在心里在讲 还是睡着了 我不知道 希望大家是 很渴望 今天很好 我要听 我要学 我今天讲到了这个 对于知识渴望的重要 然后我也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们 我们 我们就是说话太多 失去了这个渴望 渴望能使我们 闭嘴 渴望能使我们 耳朵开起来听 甚至 批评 骂我们 改我们的 我们都愿意听 渴望能够开我们的耳朵 我也在 整个讲 整个教育过程里面 我讲了 我们怎么失去这个渴望 然后我们如何 又通过成长型的思维 能够找回这个渴望 希望大家讲了这么多 大家就说 牧师 不要再讲了 我越讲我越渴 我越饿 我越想学 好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想学的话 我现在 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些窍门 你们想听吗 我有点闲了 你们想听吗 今天我特别 讲一些窍门给大家 大家想听 正月十四章很有趣 正月十四章 有四句话 很有趣 我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句 第六节 傲慢人 网寻 智慧 聪明人 异得知识 什么 就是 那种 愚昧人 他想学 学不到 可是 聪明人 他想学 就立刻学得到 下一句 不要在愚昧人 不要到愚昧人面前 你无法从他的嘴唇里 知道知识 就是 你学 你不要去愚昧人那边学 学什么都学不到 意思是这样 下一句 无知的人 什么话都信 通达人 谨慎自己的脚步 十五节 是说什么 就是 你 说人 就什么都信 什么都学 结果呢 什么 你什么 学的都是 乱糟糟一大堆 可是通达的人 却很小心地学 意思是这样 最后 愚昧人承受 愚昧为产业 然后通达人 得知识为冠冕 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有人学到的 最后是做愚昧 可是 最后 有些人学了 最后他得知识 这四句都很有趣 什么意思呢 这四节 十四章的这四节 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学 却要分辨 学 却要分辨 刚才你可能 你会说 牧师啊 你不是叫我很渴望吗 是啊 我叫你很渴望 可是我没有叫你 什么都吃 对不对 很渴望 可是却要很挑剔 我再说一次 你要很渴望 却又很挑剔 我们华人 有一句话叫什么 葫芦吞枣 对不对 你不要肚子饿 你什么都吃啊 毒药也吃 然后吃 葫芦吞枣 就是你连那个枣子 连纸也吞进去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你要很渴望 却要很挑剔 一个有智慧的人 虽然很渴望 可是他也知道 他的这个学习 怎么学 确实很重要 他要确保 他学的都是什么 都是好知识 对不对 不要谁都听 谁都信 这样你就惨了 你学学学 结果学了愚昧 不是吗 对吗 在这个世界里面 弟兄姐妹 在特别 很可惜 就是很特别 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活的 这个世界 是知识很多 可是这个假的信息 也很多 这个是我们活的世界 很容易学 可是也很容易学错 所以我们怎么学呢 今天希望分享 五个窍门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 第一个窍门 这五个窍门是哪里来的 我先解释一下 这五个窍门 其实是在审讯过程中 的五句真言 所以这五句都是跟法庭 都是跟审讯有关系的 可是我就发现说 这五句窍门 这五句真言 其实对于聆听 对于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现在就要用 这五句 可能是在法庭 在审讯过程的 五句真言 可是我要用来作为 聆听的分辨的能力 的学习 好不好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这五个窍门 第一个来看 第一个 我把它称为 做法官的窍门 好像一个法官的窍门 做什么呢 就是一个法官 他必须公平对待 真言第二十一章这么说 塞尔不听 贫寒人哀求的 他自己的呼求 也不蒙应允 就是你做一个法官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公平对待 对不对 每个人你都要听 可是你会问我 牧师 不对 你刚才跟我讲说 我们要渴望 可是什么 要挑剔吗 那挑剔 你现在又告诉我 每个人都要听 弟兄姐妹 你每个人都要听 可是你不是每个人 都要信 这个差别 每个人都要听 好像一个法官这样 一个法官什么 贫穷人 富裕人 什么 他都要听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同样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每个人都要听 可是不表示 我们每个人都要信 可是你每个人都要听 为什么这个平等 对待很重要呢 因为我们要避免什么 以貌取人 我再说一次 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每个人至少都要人人平等地听 为什么 就是要避免以貌取人 其实不管是任何人 小孩子也好 贫穷人也好 没有受教育的人都好 如果他是跟你讲真话 跟你讲对的话 跟你讲人生经验 小孩子愿意跟你讲真话的时候 弟兄姐妹 人人 我们都可以从他们 有学习的地方 不要以貌取人 不管是任何的人 只要他愿意讲 有对的话 好的话 而不是风言风语 然后吹大炮 任何人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个法官的窍门 就是要告诉我们 人人平等 不要以貌取人 这个是第一个窍门 第二个窍门 我把它称为检察官的窍门 作为检察官最重要的是什么 作为检察官最重要的是 认真面对真相 认真面对真相 正言第十七章说 行恶的他留心听恶毒的嘴唇 说谎的侧耳听邪恶的舌头 很奇怪 他说什么 他说恶人喜欢谎话 我们会学的 很奇怪 谁会喜欢谎话 谁会喜欢假话 我跟你讲 恶人就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他们喜欢 听一些帮助自己的话 那些能够帮助到自己 对自己有利的谎话 他们喜欢听 你们听说什么 为什么他去传这个谣言 因为他对自己有利 所以居然是假的 他喜欢 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好像一个好的检察官 是什么 就是要认真面对真相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不要以为那些我们想相信的 我们才信 那些我们不想相信的 我们就不信 不可以这样 我们只有一个原则 那个原则是什么 那个原则就是真理 只有一个原则 真理是唯一的原则 不是你喜欢听 还是不喜欢听 只有真相 才是你必须接受的 你必须接受真相 在现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多媒体 他反映给你的资讯 都是什么 都是你可能点击的资讯 他不会给你一大堆东西 你不会去点击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他给你的消息 都是你会去点击的 可是什么 可是问题很大 问题很大 就是你一直读 你一直在学习的东西 都是你想听 想读的东西 你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为什么 因为别人的声音 你不会去点击 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 所以很容易就怎么样 就你以为的世界 是你看到的世界 你其实只是想听 你其实是在学 你想听的东西而已 这个世代很大的问题 弟兄姐妹 这个检察官的窍门 提醒我们 不可以这样 我们应该只追求真相 而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窍门 第三个窍门 我把它称为 辩护律师窍门 什么是辩护律师窍门 正言第二十章 有这两句 很发人深省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人心中的愁算 如同深水 唯有聪明人 才可以把它吸引出来 很有趣哦 人的心 人家说 人的心好像海底针 对不对 谁可以知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可是 可是聪明人 却可以把它引出来 十二节说 能听的耳 能看的眼 两者都为耶和华所造 耶和华 如果你真的说 神啊 我有渴望 我愿意学 神会赐给你 那个能够听的耳朵 能够看的眼睛 那人心里的 那个海底针 你都可以把它勾出来 可是什么 可是我们就好像 辩护律师这样 我们要愿意问 那个对的问题 把那个真相 才能够勾出来 一个好的 辩护律师 就真的能够问 那些对的问题 然后呢 能够把 那个讲话的人的 那个真的 真话 能够跟他勾出来 然后才可以学 那个真相 学那个真实的东西 第四 第四呢 我把它称为 辩方证人的窍门 这个可能大家不大熟悉 我讲解一下 证言第21章 第28节这么说 不实的见证必消灭 为聆听真情的 他的证词 有利 所以很明显的呢 这个证词有利 指的是什么 是一个证人来的 对不对 可是你会问 证人负责讲话就好了吗 为什么证人 要聆听呢 要聆听真情呢 所以这个有 这个你要了解 那个整个审讯过程 每一个审讯过程里面 有空方有正方 大家听得懂 有空方有正方 空方还是正方先来 大家不大懂 对 我起初也不懂 现在要学 学了就懂 所以有空方有正方 空方先开始 大家明白吗 OK 所以空方先开始 然后空方的正人就会上来 讲完了才到什么 才到辩方 然后辩方的正人上来 审讯过程是这样 那如果空方那边 他讲谎话 他乱乱指控 对不对 他的空方正人就是什么 也会说谎 对不对 你作为辩方正人 如果你仔细聆听 你就会发现什么 你就发现空方那边的正人 讲一大堆谎话 还是什么矛盾的事 对不对 你轮到你作为辩方正人 你出来讲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可以反驳吗 对不对 你就可以讲出真相 刚才他讲这个 没有真相是怎样 对不对 所以那个仔细聆听的 那个辩方正人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就可以做出 很好的供词 然后他的正词就可以赢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弟兄姐妹 我把这个第四个窍门 我把它称为辩方正人窍门 就是什么 我们要像一个辩方正人一样 怎么样 仔细聆听别人的话 然后呢 要听 如果有任何的矛盾 有任何的谎话 你必须什么 你必须察觉出来 这样你才可以分辨 到底给你资讯的人 有多少是说真话 有多少是说谎话 这个是第四个窍门 第五个窍门 第五个窍门 我把它称为陪审团窍门 在箴言第十八章这里说 先听情犹的 似乎有理 先听情犹的 先诉情犹的 似乎有理 对不起 然后呢 可是他说什么 另一个人来的时候 怎么样 就察出实情 也就是说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先听 一个人讲的时候 对哦 对哦 好像是这样 是这样 可是等到你另外一边 讲的时候 你才说什么 哦 原来是这样 很多时候是这样 你听一边 好像对哦 直到你听另外一边 你就发现 哦 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 所以作为陪审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作为陪审团 最重要的 就是要听两边的故事 故事的两面 你都要听 为什么 为什么要 曾言要给我们这个提醒 很多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Jumming to conclusion 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快地下结论 我们听一边 我们就以为是真相 陪审团的这个窍门 是告诉我们什么 每次都要听故事的两面 所以希望今天真的是 我能够激起大家的这个渴望 下一个slide 然后呢 同时呢 不但是激起了大家的渴望 我们是做很渴望的学习者 可是我们也要做怎么样 很挑剔的学习者 怎么样在学习过程中 又能够有很有的 这个分辨能力呢 就是这五招 第一 我们要好像法官一样 要平等对待 这样才不会与貌取人 第二 我们要好像一个检察官一样 我们一定要锁定真相 而不是只相信那些你喜欢听的 第三 我们要好像辩护律师一样 问尖锐的问题 第四 我们要好像辩方证人一样 怎么样 好好听 把所有的矛盾都听出来 最后我们要像陪审团一样 愿意聆听故事的两面 愿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在这世上 你向我们启示 叫我们能够学习 叫我们能够成长 求主你帮助我们 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特别是愿意聆听你的话 愿意遵照而行 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